曾在鏡頭前喊冤澄清 每筆金流都清清楚楚 但是卻被簡聯掌握到 陳佩琪用ATM存錢超過六十次 不只這舉動有為常理 時間點更是敏感 二零二零年三月十號 陳佩琪第一次密集性存錢 而這一天正是柯文哲和彭震 申及應曉威等人舉行便當會 討論容積率的問題 因此讓外界懷疑說 這些錢跟審慶金是不是有關係 根據週刊報導 漸聯發現客家收入有七百萬 收支不符 而陳佩琪第一次出現密集 用ATM存錢 就是二零二零年三月十號 便當會之後 陸續存了超過一百五十七萬 隔年九月底 柯文哲和審慶金在桃株影員密會 十月初阿伯訪美掉手機 但就在兩人密會之後 檢方發現陳佩琪出現 第二階段密集性存錢 金額高達四百六十二萬 一直到今年五月 被視為是全案重要突破口 如果這六百一十九萬元的 款項是匯款 那麼柯文哲的刑責 就會從圖利罪提升到受匯罪 消除無期徒刑 或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的 至於陳佩琪 如果他從頭就有參與收受匯賂 並且協助後續的款項安排 這樣他是會成為貪污罪的共犯 做那種ATM的小額領財 那是因為我從2014年之後 本人變成一個名人之後 我就很少去櫃台了 用一個機器 對我來講比較沒有壓力 變成人家離自我罪有一個證據 陳佩琪密集用ATM存錢舉動 引起檢方關注 如果這六百多萬是來自省慶金賄賂 賀文哲和陳佩琪再不將金流 好好解釋清楚 恐怕很難對大眾交代 三連新聞抽揚 楊欣怡台北創報道 不妨礙台北創報道 請我來自省慶金賄賂